佛教艺术它的起源在佛陀时代是没有的 它起源于佛陀入灭以后 为了什么 纪念和歌颂佛陀吗 它起源于佛陀入灭 但它真正兴起是在大成阶段 那小成阶段这几百年呢 为什么没有兴起 这是有原因的 因为小成的教理是以脱离苦 佛教艺术的萌芽是起源于佛陀入灭以后的阿谕王时代 它的原因是来自于佛弟子对佛陀的追忆怀念追目之情 那这种感情就要通过想象与艺术表达出来 它的形式就是佛教艺术 主要的特点就是主要最初的艺术形式是有三种的 叫做速赌波 支提枯和质多 什么意思 速赌波就是大土包的意思 就是盖一个大土包 像我们那大坟包一样 支提枯就是后来我们中国兴建石枯的雏形 就是在山上凿洞 另一个质多就是塔供养佛使 这三个东西都是供养佛舍利的 但是这三种建筑就是大土包 石枯和塔 那他们是需要装饰的 比如壁画也好 雕刻也好 他们不是凌空派个土包 它附近有栏杆 第二 佛教艺术最初的形式 建筑 壁画 雕刻 雕刻你石枯里肯定得有雕刻嘛 速赌波附近有栏杆 你肯定要有壁画嘛 那这个艺术 直接艺术形式就出现了 我们前面课说 佛陀的舍利是分为八份 由相信婆罗门 还有三份是平塔 发塔和探塔 但据说 阿玉王作为佛教最大的护法王 他曾经把佛陀的舍利 分成了八万四千份 有点夸张 后来各国兴建八万四千佛塔 阿玉王留下了一个重要的佛教艺术形式 或者说一个佛教艺术遗迹 就是阿玉王石柱 我们中国现在有很多仿建的阿玉王石柱 大概在十多米高到十五米高之间 顶部有独特的石雕像 石头雕像 我们前面课说过 凡是立石柱的 是吸收了当地土著文化的生殖崇拜 男性生殖崇拜 阿玉王石柱就是那个时代 佛教建筑艺术的一种直接体现 而他的那个柱头就是带着狮子 带着大象那个 就是印度共和国现在国徽的标志 国徽的图案 佛教艺术它起源于佛陀入灭 但它成熟于五百年以后 就是公元一世纪到公元三世纪 之间有两百年 它兴起的时间 就是在公元一百年到公元三百年 要有两个地方 一个是北部的桂霜王朝 一个是南部 德干高原的安达罗王朝 北方的桂霜王朝 我们说它是希腊化王朝 地处中亚边界 它受到波斯文化 希腊文化 罗马 中亚等等外来文化的影响 我们知道 凡是多民族多文化寄居之地 必然有艺术爆炸 这个就是很典型的 桂霜王朝是很典型的 就是多种文化汇聚的艺术爆炸 另一个是南部的安达罗王朝 南部我们说过 南部是德干高原和泰米尔三邦 都是本地土著 那么佛教传过去之后 就会跟南印度的土著文化 深深的融合 就形成它独特的风采 这很显然了 北部一个 南部一个 那肯定还有一个过渡的 在北和南之间交融的 因此 印度佛教艺术流派 它就是有三个 北部的 建陀螺艺术形式 中部的马吐拉艺术形式 南部的阿玛喇娃地艺术形式 建陀螺艺术形式 就是我们提到 印度佛教的艺术 首当其冲 包括代表不是建陀螺 其实后面的马吐拉 这个我们都不提 我们一提就是建陀螺 为什么呢 因为我作为印度与希腊文化 交汇的这种熔炼场 它留下了大量的造型 主要的特点是佛造像 因为建陀螺艺术的佛造像 我们就说 它的那个衣纹强劲 非常雕的很灵动 贴在身上 发际很高 起波浪 佛陀的面容 带有典型的欧洲人形象 鼻梁隆起 头上就有小鸡 眼窝深陷 这跟南印度早期佛造像 完全不同 南印度佛早期的造像 脑袋上是没有那种 像小陀螺一样的那种发迹的 是无肉迹的 而且早期南印度的佛造像 都是以夜叉像为模型 是骑着狮子的 我们今天看到的 以莲花为作的 顶上有肉迹的这种佛像 就是北印度出现的 仿希腊神造像造的佛造像 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 凡是做莲花的 都是剑陀螺艺术文化传下来的 中间的南北交汇之地的 就叫马图拉佛教艺术 马图拉古代叫孔雀城 它东边是东印度 西北边是西北印度 它正好就处在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北方一个中心 与南方一个中心的交界处 那么正好是剑陀螺风格 与印度内地风格的一种融合 因此也具有独特的品格 它的东西也是佛造像 但是很特殊的一类 我们在敦煌石窟里 可以看到这一大类 就是天女造像 天女散花 那个天女相对比较风盈 就是南部 我们说佛教艺术形式 开始跟印度本土去融合了 阿玛拉瓦地佛教艺术 这个就很本土了 但是我们前面提过 印度本土文化 是一种狂放的淫荡的文化 因为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港口 地处南部海的一个热带地区 这个地方人穿衣服本身就很少 我们说奇纳教 为什么他们能裸体 因为天热 在港口地方又热又潮 所以很多人就是坦胸路背 甚至裸体 再加上南印度 婆罗门教非常盛行 也影响到了那里的佛教艺术 本土土著文化 是不在乎禁欲与苦行的 他们正好走到了一个相反方向 在佛本身故事里 这种南部艺术形象 就有大量的裸体雕刻形式出现了 我们说早期哈拉巴文明里就有 最典型的 就是南部桑奇大塔上 就有裸体的女要诗像 女要插像 大乘佛教 他明确兴起 在贵双王朝的加尼瑟家王时期 他的兴起除了有理论上 这种内在的原因之外 还有一个独特的外在原因 就是贵双王朝期间 他的艺术和文化的发展 构成了大乘在民间兴起的理由 我们说佛教四框架里头 第四个叫做佛教文学 其实佛教文学应该叫做佛教文化 它是广义上的文学 艺术绘画等等构成的 叫佛教文学 只是四框架的一种描述 应该是佛教历史 佛教哲学 佛教神学和佛教文化 佛教留步的区域 到了贵双时代已经很广大了 这个时候跨了地狱 跨了语言 要起到共鸣性的宣教作用 语言已经不行了 跨语言跨地狱了 这个时候还要在老百姓中 普遍的引起共鸣 那采用的形式就是佛教艺术 佛教艺术在小城时期 是可有可无的 但在这个时期 因为这种跨语言 跨地狱的原因 佛教艺术的教化功能 就从可有可无 变成了必不可少 最先出现的 就是我们这里就把佛教文化区分成两块 就佛教文学和佛教艺术 佛教文学的作用 我们前面讲过 马明菩萨 通俗小说作家 已经在文学上尽可能的渲染了 我们另一个要说到的是佛教艺术 最先出现的佛教艺术形式 就是这个佛教艺术 是为了佛教的教化 是绘画雕刻和建筑 因为绘画也好 雕刻也好 建筑也好 这些作品它是有具象性的 它可以直接把作者的理念表达出来 第二批出现的佛教艺术形式 才是音乐和舞蹈 因为这个就属于理论的 理念的间接表达 它不像绘画建筑雕塑 是直接表达 而绘画建筑雕塑 它是什么呢 它是这种寺院必不可少的 必不可少有绘画 它本来就是建筑 它必不可少有雕刻 佛教艺术 它的起源在佛陀时代是没有的 它起源于佛陀入灭以后 为了什么 纪念和歌颂佛陀吗 它起源于佛陀入灭 但它真正兴起是在大成阶段 那小成阶段这几百年呢 为什么没有兴起 这是有原因的 因为小成的教理 是以脱离苦 追求寂静为志向的 什么意思 追求出离 苦即灭道 对吧 最后追求的是根本清静 它忙于解脱 小成是要追求出世间 追求涅槃 音乐也好 绘画也好 舞蹈也好 这属于什么呢 用我们中国话讲 五音令人聋 五色令人忙 所以说佛教艺术的这种形式 从根本上 跟小成佛教的毅力 追求是相悖的 而大成的追求就不一样了 成他追求的就不是解脱 他追求的是再回来 是以广大的菩萨形 自立并且立他 最终实现的是自度 并且度他 普度众生 所以说他就需要这种教化手段 小成就不需要这种教化手段 大成的教化 有一个专门的概念 叫四摄法 摄像的摄 什么是四摄法呢 四摄法是说 菩萨在众生中进行工作的方法 就是菩萨在众生中应该如何工作 四摄法 摄的意思就是大众团结的条件 四摄的第一条叫不失 四摄的第二条叫爱语 什么叫爱语 不失不用解释了 解释爱语 又用慈爱的语言和态度 就是对大家要慈爱和爱 四摄法第三条叫利行 什么叫利行 利益的利 就是要为大众的利益去服 四摄法的第四条叫同事 就是使自己在生活中 同于大众 同事就跟你们是同事 就在生活中等同于大众 所以大乘精神 提倡的是什么呢 提倡的是以一切方便行来画到众生 什么是最方便行 我们前面说过 跨地域 跨语言 叫重要不使字 那么绘画也好 雕塑也好 音乐也好 那这就是利于教化众生的 所以说佛教艺术 就从可有可无 变成了必不可少 变成了一种重要方便 就是方便教化重要方便 不仅佛教艺术的兴盛 同大乘相关 其实佛教文学的兴盛 也是同大乘相关的 我们说这两部分加起来 实际是我们说的佛教文学 它应该更广阔的用这个词 叫佛教文化 我们在四框架里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